由于智慧型手机的技术门槛变低了 一项又贵又炫的苹果iPhone手机 跟韩国三星的Galaxy手机相继吃鳖 市占率都大幅的下滑 现在市场上陆续出现了大陆红米手机 跟大陆厂的华为手机 都只要四五千块 而且都卖到缺货 3C达人就说了 不管是小红米还是华为的荣耀手机 不但价格吸引人 而它的前置镜头500万画素 更让人惊艳才会受到消费者的欢迎 iPhone是不是不再吃香了 韩国的三星手机是不是也快退流行了呢 三星达人说大陆的手机来势汹汹 高规格的配备却只卖五千块钱不到 手机似乎是真的进入了低价位的时代了 一般能300万就不错了 它竟然可以做到500万 像你看HTC的M8那种最高规的机皇 它也是前置镜头500万画素 所以其实我觉得它这一块蛮厉害的 台商最敏感 那么以前买iPhone 现在再多买一只低价的手机 已经成了必要的配备了 应该会选华为 比较便宜 然后它的RAM速度比较快 前一阵子的红米3990元 有4.7寸的荧幕 四核心的处理器 前置镜头200万画素 已经是非常受欢迎了 而现在又有大陆华为厂 所出的荣耀 抢进台湾的市场 又有5寸的荧幕 又有四核心的处理器 还有RGB的RAM 前置镜头甚至于做到了500万画素了 已经达到了顶级的规格 那么华硕目前也准备 推出3990元的手机 高规格低价位的手机时代 已经来临了 记者周莉莉 陈世烈台北报道